从欧洲丹麦到美洲阿根廷 还有南亚的印度 会着红黑白绿巴勒斯坦旗帜 有情怒吼替加萨走廊的平民发声 尤其中东穆斯林 天天示威抗议 政府也强硬表态 曾经想当何旭老的土耳其 总统埃尔段宣布取消访问以色列 力挺哈马斯 加萨是史上最恶心野蛮的攻击 土耳其和以色列去年好不容易恢复外交关系 埃尔段现在帮以色列盟友不惜说重话 转头再骂西方 骂人炮火猛烈目的就一个 要以色列立刻停火 面对中东国家的威胁和批评 以色列却在这时候杠上联合国 就是这句话让以色列气了 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 马上下台 古特瑞斯隔天紧急出面澄清 说自己被曲解 只是以巴冲突开始后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频频卡关 10月18号由巴西提出人道停火决议 美国反对因此否决 25号美国拿出自己版本的决议 中国俄罗斯和阿联投反对票再次否决 正一点就在美国认为 决议内文必须强调以色列有自我捍卫权 俄罗斯则主张以色列无权防卫侵占的土地 各自坚持结果就是安理会几乎失能 不过各国还没放弃外交找解放 身为加萨唯一接壤的阿拉伯国家 埃及最怕的就是得接收更多难民 而这场记者会上还有法国总统马克宏 想澄清法国不是只帮以色列 马克宏还说了前一天在以色列总统总理面前 没讲的话 就怕加萨危机扩大 另一个可能引爆的火药库 是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交接 边境冒黑烟 以军天天和真主党交火 尼巴嫩南部城镇空荡荡 许多居民人先撤走 以防2006年以离激烈交火的历史再度上演 TVBS新闻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